人来说花一下午时间来看球 真是油腻中年男摆脱油腻完美的途径啊 油腻中年男摆脱油腻 好像很多人都在追求这样的事情 来做球迷们一起来看球告别油腻 只要您来到这座位于荷兰首都的宏伟竞技场中 就一定能够目睹配得上这座体育场伟大名称的壮观景象 双方的比赛已经打响 荷兰对阵奥地利 范迪克 范迪克将球转移到另一侧 双方纠缠在一起球丢了 现在应该迅速游手转弓 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问题 球在乔尔吉尼奥维纳尔多姆脚下 尝试掉固定球 起球 他高高跃起 阿拉巴这下非常非常凶害 这次拼脚没什么可抱怨 虽然强硬 但是没办规 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 啊 报姆加林 德配 给进攻画上了句号 保姆佳麟 裁判盼了另一球 整理赫特 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 虽然表现出了进攻欲望 但是两支球队都没能破门 这场比赛的走向 确实让人难以预测 通过前四十五分钟 我们能看出些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的防守非常到位 既没有被打卡 又极好地遏制住了对方的进攻 非常有趣的半场 就是没有进球 所以下半场比赛 比分有变化 也不要惊讶 目前是0比0 比赛已经开始了 大家快醒醒 别打呼噜了 荷兰带人在上半场比赛 表现可圈可点 创造出了N多的机会 可惜的是比分 依然是平局 他们需要将机会 转到1G9 球失去控制了 看谁先抢到 阿尔诺托为其他球 可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 他遭到了侵犯 阿尔诺托为其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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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上去 盖死去控制了 彩尔诺托为其他球 至终谁能抢到球呢 正体把球抢过来了 要过头顶 就在 德佩脚下 德佩捕捉机会的嗅觉很好 可惜最后无功而返 布林德 范迪克 维纳尔杜伍 脚绕过方指队员 时机不错 进区内缺少接应 如果队友这个时候及时赶到的话 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轻巧的高球 现在势均力敌 控球率是关键 可不能总是丢掉球权 阿拉巴 寻找中路的队友 这会儿就需要经验丰富的球员站出来 好好拿住球 德里赫特 一脚长转 队友没能接到这个球 这个时候场上出现了人员调整 我觉得这个换人意图很明显 他已经非常疲惫了 而且一疲劳就容易出现失误 有时候身体没劲 脑子也会变慢 现在这次换人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继续在中后场这样来回的搓球 他们肯定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现在需要争分多秒 就这样才办结束的比赛 一场闷战 球迷和教练应该都不会满意的 双方防御